有人说呀 这演员一年365天 可能360天都要住在酒店里面 于是呢 他们对于酒店这个要求 也是格外的苛刻 但是呢 如果你看了他们下面的这些癖好 你还真的会觉得 哦 大叠眼镜 一年之中 长年在外住店 歌神张学友对客房服务 可是有些特殊要求 因为对花粉过敏 在歌神的房间中 不能有任何花朵 又因为容易失眠 张学友要求 房间在夜里必须一片漆黑岛 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才行 要回到伸手不见五指 万一不小心把脸磕坏了怎么办 台湾女子组合SHE中成员 任嘉仙 是演艺圈中出了名的打字小 从来不敢一个人睡 每次活动期间 不是田富珍 就是陈嘉化陪睡 如果说小女生害怕 还有情可原 但是叱咤演艺圈 多年的周星驰夜怕黑 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星爷睡觉的时候 不光要大灯全开 还必须开着房间大门睡觉 一次酒店人员发现房门大开 以为出现状况 连忙进屋查探 当时把正在汗睡的周星驰 吓了一跳 小女生怕黑还有情可原 这周星驰一把年纪了 怎么还睡觉开灯呢 那倒是突然停电了 星爷晚上要去厕所怎么办 亚说这住店怪癖的奇葩程度 乌军梅绝对能拔得头筹 她住店有个规矩 就是绝对不住洗手间过大的酒店 其实之前的乌军梅 也喜欢大大的卫生间 但有一次 她在一个二十多平米的浴室中 洗浴时 突然脚底一滑 由于浴室过大 无处倚靠 乌军梅狠狠地摔了一跤 更是不慎 把一个脚指甲连根拔掉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精神 从此 乌军梅就对大号卫生间 进而也知了 摔那脚脚指甲怎么摔掉了呢 预设太小也不好 一摔脚脑袋就磕墙上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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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